伊拉克政府近日从俄罗斯采购的73辆T90主战坦克,已经陆续交付伊拉克军方,伊拉克国防部表示这些来自俄罗斯的T90塔克即将装备, 伊军陆军第九装甲师就是,那个声称全部美式装备,却为ISIS打残的陆军第九装甲师。 第三十五机械化旅,T90坦克是苏联俄罗斯研制的第三代主战坦克,该型坦克车体以T72主战坦克,苏联西十年代的主战坦克,产量高达25000辆,为基础改进, 图位T90ET主战坦克,T90坦克重量有46.5吨,发动机采用12气缸柴油发动机,功率可以达到1200马力,单位重量马力为26匹每吨, 坦克最大速度可以达到68公里每小时小时,最大行程有575公里,在更加外挂油箱后,可以延长到750公里。 火力方面,T90坦克主要武器,是一门125毫米滑膛炮,辅助武器武器有1挺7.62毫米机枪和1挺KORBV12.7毫米机枪。 另外,T90坦克装甲及武器装备,采用的是Contact-5康塔克特件5反应装甲。 T90坦克作为一款性能还算可以,并且价格不算太贵的坦克,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至今已经出口到多个国家。 阿尔及利亚至少采购了210辆,邻国朝鲜采购9辆,沙特阿拉伯采购580辆。 目前正在交付中,越南在2017年7月27日订购196辆T90坦克的改进型T90S和T90SK,叙利亚预计会采购700多辆。 全世界最能买的印度直接说要购买1000辆T90坦克,徒位T90MS型。 我们说回伊拉克,伊拉克陆军第九装甲师,之前从美国购买的MBAE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将全部被陆库封存。 很显然,伊拉克军方这是气美头鹅了。 2014年7月10日,伊拉克政府军第九装甲师,据说选美师装备,在巴格达北部安巴尔的战斗中被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武装分子包了饺子。 政府军被业余军队包饺子也真是罪了,在这场伊军装甲师被ISIS包饺子的战役中,据估计伊政府军至少损失了两辆M1AE坦克、六辆M113装甲车及其他车辆。 据悉,伊军第九装甲师是目前伊拉克政府军仅有的两个装甲师之一,虽然装备了大量先进的M1坦克,但是和只有大量轻武器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 打起仗来依旧不堪一击。可以说,伊拉克军队的表现和海湾战争时期,伊拉克军队的表现一样差。 图为美国M1AE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有人说,伊拉克政府军第九装甲师这支部队可能还将光荣地成为战争史上第一支被清步兵游击队消灭的重装步兵。 地面重装甲部队竟然这么脆弱,到底是伊拉克人没有用好美国武器,还是美国武器本身,质量就有很大问题。 伊拉克军方放弃美国坦克转用。 俄罗斯坦克是从使用主义角度出发,做出的最符合本国实际的选择。 虽然俄罗斯T-90坦克在单打独斗,尚可能不是美国M1AE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对手。 但是就伊拉克的具体作战环境来说,还是俄罗斯的T-90坦克更加合适一些,M1AE爱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性能叫T-90坦克能好一点。 而且装甲防护水平也比T-90坦克高一个档次,美国人自己也一直夸赞他们的坦克。 问题是,伊拉克军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需要对付的仅仅只是本国的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要那么好的防护装甲。 说实话没有多少作用,而且大家也看到了装甲性能良好的美军M1AE坦克,还不是照样被极端组织撂翻了。 伊拉克政府军第九装甲师,被摧毁的美军坦克,前文我们谈到美国M1AE坦克在与极端组织的一场战斗中被直接摧毁两辆,到底是伊拉克人不会用还是美国坦克质量太次? 小编比较倾向于后者,美国版M1AE质量确实不错,但美国出口版M1AE则黑心得多。 据悉,美军出口版不仅没有安装新式防御系统,甚至连已经过时的瓶油装甲套装都拆卸下来,这也太狠了吧,过时装甲都不放心,而且所使用的传感器和车级网络系统也远不如本国军队使用的版本。 说到这里,我就明白为时,美伊拉克的重装甲部队不堪一击了,和美国人比起来,俄罗斯人倒是实在很多,T-90坦克不仅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也是说得过去的,并且俄罗斯可以根据购买国的具体要求,对坦克本身做出改变。 美国人,生意没有你这么做的,历任WT。